手相强在了掌型弱在了纹路 就像人生本来是有一个不错的根基和环境 但是人生路却是走得一塌糊涂 这是典型的靠后天养的手相 后天的选择性格和努力程度 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圆主的掌型本来是不错的 只长得配 金星秋也是饱满高通 根基不错 可惜这个纹路确实有点杂乱不堪 特别是食指迅功财位 被众多杂文干扰 财运一般亦辛苦求财 事业线也不显 工作亦频繁更换 心无定性 其实水星秋很饱满 沟通能力也比较强 口才也有 就是难成事 纹路看的是川长 表面上有川长人的胆识和魄力 但是真正面对挑战的时候 有点指老虎 因为本身川长的形态 有些杂乱 加上虎口也出现褶皱 面对困难 犹豫不决 决断力不强 川长人的格局是有 但是事业线不显了 有舞台给你 就是不敢上 有点可惜 感情线也是呈现锁链状 感情方面也是拖泥带水 该拒绝的不拒绝 桃花虽然旺 但是好桃花不多 结婚线也是多条 数都数不清 容易啊 沉迷情感无法自拔 天生的情种 到处都有情债 福运损耗 不但影响到姻缘呢 还影响到整个人生的运势 有详细 请与协助 感谢观看